今天是一个简单可是也会问的观念叫做光的直径 所谓的光的直径的意思就是光会走直线 什么情况下走直线 真空或者是均匀介质中走直线 什么叫做均匀介质 就是这个东西密度通通都一样 内部的密度都一样 不会有的地方比较松有的地方比较紧不会 它们都一样 所以光会走直线 光在什么情况下走直线 真空或均匀中介质中走直线 这叫做光的直径 光的直径 光的直径有一些现象有一些证据 我把讲一个积序稍微换了一下 手电斗看到灯雷射光走直线照片 走直线对不对 一条一条直线 你如果再看仔细一点 你会发现这个光到后面会比较大 会散开 会散开 雷射光就不会散开 你们生活经验就有 那后面也会教你雷射光基本上就不太会散开 为什么不教要大学以后才会知道 为什么这个会散开那个不会散开 那重点在这里的重点是他走直线 然后散开的问题是雷射光的时候也提到 OK 手电斗看到灯雷射光都是看到都是直线 还有 有的时候也会看到阳光穿过云层 或者是阳光穿过那个窗户 看到一条一条直线的光 阳光走直线 走直线 这个是参考书以前问的笨问题 嘴巴打开看不到位是为什么 因为光会走直线 你位是在下面弯的 所以出来 所以出来所以看不到 这是以前参考书的笨问题 后面两个是我们要教的 一个是影子 我们待会要教 还有一个针筒照相机 也是后面要教 这些都是光走 这些都是光会走直线的证据 这都是光走直线的证据 OK 好 光走只有些应用现象应用 木匠用单元观测 木板是否会平直 木匠意思就是 这样 它如果凹下去 或凸起来 有拐的时候 这里有凸的或有凹的 看看它有没有皮 就是利用光走直线 就是利用光走直线 还有一个你们 这个你们现在应该都没有人这样做了 现在学生越来越懒惰了 都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么认真 我们小时候会这样子看 桌椅排整齐没有 对不起 那排整齐没有 那排整齐没有 现在会这样做 学生应该已经绝种 应该已经绝种 你们都这样子 好正齐了 好正齐了 好 随便看看就没事了 准心 瞄准 准心 瞄准 那个通常呢 是总共有三个点 通常总共是有三个点 前面有一个沾桶 前面有一个准心 然后瞄准的人 那个大哥 嗯 背道一直线 好我们要好了 因为两点一定成一直线啊 所以不行啊 要三个 嗯 嗯 嗯 那是 ok 那 随心没有 也是利用光会走直线的原理 对 也是利用光会走直线的原理 这就是一些光走直线的 现象跟应用 很简单 keyword就是 记住 光会走直线 光会直线传播 条件 真空或者是均匀戒指 反过来说 不均匀呢 就不会走直线 那以后就有个折射的现象会出来 但是以后再说了 ok 这就是我们介绍光的直径 ok